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食物鏈 我是Alex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道非常好吃的涼拌小菜 叫做牛棒火蘿蔔沙拉 先來看一下食材的部分 準備的時候牛棒先削去外皮 然後再用刨刀把它削成絲 或者是用菜刀像削鉛筆一樣把它削成一片一片的 削好的牛棒要把它泡入水中 防止它氧化 胡蘿蔔也可以用刨刀把它削成絲 不過要去注意喔 小心不要去削到手了 接著油熱了之後呢 就可以將牛棒還有胡蘿蔔都先放入鍋中 食材呢 拌炒到快要出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關火把它盛入碗中 最後呢 再碗中加入香芹粉 以及凱撒沙拉醬 攪拌均勻之後呢 就完成囉 這道菜呢 熱的吃 羊的吃都很好吃喔 這道菜呢 熱的吃 羊的吃都很好吃喔 我們每個禮拜四晚上九點都會有新的影片喔 我們在Facebook跟Instagram都有帳號喔 可以用foodtrain或是食物鏈來找到我們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